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数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它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它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已先 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 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你们要纪念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若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话 但他们因我的名 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差我来的 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 行过别人 未曾行的事 他们就没有罪 但如今 连我与我的父 他们也看见 也恨我 这要应验他们 律法上所写的话 说 他们无故地恨我 但我要从父那里 拆宝慧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因为你们从起头 就与我同在 这 我 这 这 那 我 我